疫苗数量仍然不足 抢打残疾的画面也曝光 核心医院的药剂科主任 深夜PO出了民众在半夜排队 抢残疾的画面 有不少人累到直接睡摊在椅子上 也让他感叹的说 听说有很多人是为了孩子 来排队的令人鼻酸 我们记者重回现场直击 到场排队的民众 有人已经等了将近23个小时 还有62岁的长者 在大太阳底下撑着阳伞 自备椅子还有电扇苦苦等待 而民众这么辛苦的排队 还不一定能够抢到残疾 半夜时刻 窒息台北北投和新医院外聚集 十多位民众将人行到当自己的家 自备椅子苦苦等待 就为了排队等残疾疫苗 等上15个小时 才卡进队伍的前5名 过程中还有人累到将糖椅方平 糊糊大睡 更有人热到狂山扇子预防中暑 最前面的几个 大概是晚上打地铺就来了 昨天晚上打地铺就在这边睡 不少人从深夜排到清晨 天都亮了 还有62岁的长者也加入行列 因为上一次没抢到残疾 这回再来抢熟练的撑起洋伞 抵挡毒辣太阳 但汗水之流 衣服干了又湿 湿了又干 疫情有危险 第二个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排得到我 心酸又什么用 总是一个机会吧 因为等政府的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排得到 毫不容易等到下午三点半 叫后入场 还要看院方最后一瓶开瓶 看看剩下多少量 没想到等候的民众都还没消化完 新一瓶的民众又来卡位 期望能强到投降 爱于国内疫苗数量有限 像这样排队等残疾的画面 就在全台上演 而核心医院的药剂科主任 也帮我们表示 看到民众为了残疾半夜排队 询问后听说有很多人 是为了孩子来排令人鼻酸 他还指出国内不能开放混打 也是造成等候的原因之一 如今这样的画面曝光 民众辛苦排队的代价 能不能真的强到残疾 最后恐怕还是得看看自己的运气 记者赞不得 感谢 感谢